三种丝瓜我都有种 有角丝瓜 胖胖丝瓜 还有这个苹果丝瓜 我都好喜欢 特别这个苹果丝瓜 小小的 皮皮也容易 而且呢 它有硬硬的口感不错 现在呢 长好多好多小苗 你看 小baby出来了 这边呢 是胖胖丝瓜 非常非常多了 现在越来越多 那个小果 多得不得了 然后这个是留种子的了 然后这两个呢 我是留给我朋友的 因为它还是很喜欢吃 说法呢 没有人说摸过不可以长瓜子了 我就是每次都摸一下 它好开心啊 这些小瓜 现在这个苹果丝瓜 秋天它特别喜欢 之前呢 已经7月也可以摘了 哇 你看 还继续在长 这个是小孩子 摸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 轻轻就可以了 没有说规定不可以摸的 你看这个小的 这里好多好多小孩子 哎呀 刀豆已经爬过来我这边了 这边好多刀豆 刀豆呢 如果你喜欢吃海带呢 这种感觉就是吃刀豆 但是呢 你要出水呢 要出啊好几分钟两三分钟是不行的很硬的 所以呢你煮的时候要煮久一点 我第一次不知道 但是呢我觉得有口感呢 你喜欢吃刀豆硬硬的是不错的 啊 今年我第一次种 现在呢好多好多刀豆已经出来了 都花朵呢也很漂亮 啊我今年呢这边呢这里种了好像有 这里种了两颗 这边的刀豆 这边呢好像种了两三颗 你看看 这里一颗 两颗 三颗 总共种三颗刀豆 啊现在也有刀豆出来了 西红柿呢我们家好多吃不了 这取长冬天吃了 你看看那刀豆 这么大的一块像个皮带样子 还有意大利弯瓜也很多啊 这个经验呢很高啊 还有这边呢意大利弯瓜 那边呢还有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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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这边就干枝了 我最喜欢这个意大利弯瓜 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 你们所谓叫砍瓜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砍 一旦你砍瓜吃多少 砍多少你会后悔的 一旦你砍了一半 它这边是长的 但是呢你会把其他的燃养 倒进一个瓜里面 其他的燃养供不进去其他地方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吃多少砍多少 这非常坏的 直接摘掉它 其他的瓜呢才有燃养过去的 而且呢这种瓜呢 一颗很多很多瓜的 没有必要吃多少砍多少 你直接摘下来就比较好 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做 因为我去年试过了 砍瓜 我砍一半 结果呢它一半还是停留在那里 不但是增燃养 而且呢效果也不好 所以摘掉它就可以了 我现在呢这里一颗 长很多瓜了 看砍掉它 看它能不能继续长 这样子 那我先吃这边的 看看怎么样 你看有点像蚊瓜 有点的那个鱼啊 啊这边还有 我不想过去那边了 在上面也有 这边呢小瓜呢还会继续长的 但是呢你不想它继续长呢 你可以 打顶 不要让它长 因为有一些呢足够了 我都不要给它长太多 我一颗呢可以长到三十个了 没关系的 它还会继续长 我已经摘了好多了 这是广东四瓜了 这些上片呢 是我之前拍过了 分享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意大利弯瓜 它可以叫 鹅瓜 但是它出产是意大利的 所以我叫意大利弯瓜 它的形状呢有一点弯弯的 像鹅形有一些是直的 有一些呢 它很喜欢呢 很长的一条 吃起来口感很嫩 我是用鸡 鸡来种的 所以基本呢 其他肥我只是没有用了 只是用鸡鸡 或者 平常呢用一点淡肥种的 它一颗可以长三十条的瓜的 非常非常多瓜的 很容易种